今天吃一只青豆 首先将青豆从小到大依次排列 切掉第一个的左侧三分之一 最后一个右侧的二分之一 中间四个取中间三毫米 然后按照顺序组合在一起 放入锅中煮熟 下面拿出半只剪壳 将青豆放入剪壳 并取出钢针 均匀地挤满酱料 大家看看像不像被保护在剪壳中的产宝宝 本期受邀参加守护花蕾计划为爱打call 视频左下角的小蓝标 关爱女童守护花蕾是公益参与方式 条件允许的话可以点击支持 一起帮助更多农村留守女童远离侵害 今天吃一片萝卜 取两厘米的厚料 这么好的料子 当然需要赋予绝美薄风的浮雕符文 将制作好的图案附在翡翠上 并依据图案进行雕刻 这里耗费我三小时生命值 所以今天这道出品你会给出怎样的价格呢 如果有人能出到五块 我将十分感谢 终于在你没离开前 雕刻好了这翡翠上的符文 中间挖出一个圆 下面来取一些白玉 最好的白玉都在白菜叶片的中部 切掉周边部分后就开始镶嵌白玉了 此时的翡翠已经开始氧化 并随着岁月的流逝 帝王绿会进满整块翡翠 点缀两粒西米珍珠 最后倒入吴唐林卡冷脆茶 好了 我亲爱的总裁大人们 就请享用美味的 比较比较比较 比较比较比较